不要罵人家什么水脑 什么水脑 我告诉你 他如果笨的话 你算什么呢 因为上个世纪就有一个哲学家 叫罗素英国人 他就已经骂过了 他说民主政治至少有一点可起 也就是一个国会议员后总统 不可能比他们的显明更愚蠢 因为如果他太蠢 显明太蠢 他岂不是蠢臂 所以你们不要再骂那一个绝对不是叫做笨的人 那个人是邪恶 都不是叫笨 第一人看起来像天使 第二人看起来就彻底是魔鬼了 往后还有前例就是撒旦 那个不会是台湾历史上 一个超级恐怖的大撒旦 第一任装可爱 第二任本子露出来 第三任那是罪人可涉 对的人 何况台湾就这样重搞 就这样进地 生个啥 你们知道吗 台湾八个字你们通通懂了 在台湾形势中要做什么的话 只要你了解这八个字你就清楚了 哪八个字 所有的公共事物 是 看谁办 或看谁办 是不是啊 看得清楚啊 那东西 你情孙也会抓到啦 你温馨的啊 或看谁办 是看谁办啊 台湾是这样啊 刚才说了 请大家用膝盖想一下 今天为什么还要盖核电子 这个赫立威在里面 找到不知道要怎么 这个是一个台湾专门做核电子 核子武器的这样子的人 他今天忏悔了 来整个的一个告知 刚才那刘里尔在下来 刘里尔是因为在日本整个亲自 终于受到这个惨动了 我不要说啥了 你拼十台 拼整四人所谈的女孩 何能只要会出现问题 终有的 终再见了 这也是为什么台北的贵户团都跑出来 你还以为他们是为了你什么理念 我告诉你 你们更不要以为 所谓生然是利 马英九绝对不是生然 农民党的立威绝对不是生然 小英跟四大天软跟所有的这些什么什么 真的也绝对不会是生利 真正的生然跟生利是一层一群一群的基层 他们不晓得造一什么样的状况 就有形成这样的意识形态 他们从来没有为他们的理念得到任何的好处 却随时可以为他们牺牲 你们很聪明 这些就听了 政客没有红尘黄厉蓝变质 政客只有轻舍唯一是主 你们到今天也在那里面 现在共产党早就共产党过 民政党早就共产党过 你还行战什么 你想想台湾为什么没有转型正义 可能我们人家在座有知道什么叫转型正义的几手 不知道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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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些我的心爱 我现在才跟这个 我想拿